王院長他此刻心意完全沒變 就沒有要退 他也說誰也要來跟我所謂大佬 希望我能夠協調 沒有嘛 所以王院長的態度一如預期 就是他會堅持到底 那我上次在前幾天的身後輪 跟大家報告 我的看法 未必對 當吳敦毅主席 他已經說出他沒有要參選 在四月十號的那場中常會當中 他所擺出來的態度非常清楚 就是他要當造王者 他自己沒有要上教 他也不是成王 所以就是往徵召韓國瑜的方向去進行 那民進黨現在 因為他兩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民進黨從四月十號的中職會以後 是告訴大家延後六個禮拜到五月二十二 而五月二十二那一天不是說 五月二十二繼續比賽 不是 之後才開始 五月二十二再看看怎麼樣 五月二十二再把冰箱打開來看看 看看賴清德被打死了沒有 如果已經在地上喘了 或者是五月二十二就不要害怕 我白生 我來跑 OK 那就可以 那趕快就徵召蔡英文 那如果那時候他還堅持 他要頑強抵抗的話 那就繼續再虐待他兩個月 賴清德的務實台獨工作 這個說法 臺灣有很多的民眾不喜歡 當然也有人支持 那每一個政治任務的髒譜 或是說你喜歡他 你要不要投他 那都是大家各自自由的選擇 只是現在民進黨對賴清德 確實是不公平 因為你的狀況跟國民黨完全不一樣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結論可能一樣 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可能都最後沒有初選 但是他的立足點是不一樣的 國民黨根本還沒有貼出公告 不要講臨表登記 他那個桌子都還沒有擺出來 那個海報都還沒有貼出來 我講這個 其實堅哥也聽我講過 我相信堅哥你也無從反駁 因為我講的是事實 我同意你講嘛 所以我才說國民黨不應該自己賠金 還要跟民進黨看風水 那我就跟大家報告 因為堅哥 堅哥既然認同我的說法 那我就繼續跟堅哥報告 所以如果要繼續虐待民進黨 讓民進黨更慘的話 那國民黨就繼續等 國民黨不用等 就讓民進黨的蔡英文 賴清德再殺更慘一點 因為現在蔡英文 那邊是主張說要等到國民黨派人 是誰決定了之後 應該是這樣更精確地講 蔡英文的 那你這不繼續臨遲賴清德嗎 對對對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蔡英文本人有沒有這樣講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能亂講 NCC的主委你們有沒有看 我們並沒有根據 不知道都是我們亂講 但是其實蔡英文總統的陳明文 他在中執會當中 他是有一份連署書 連署書是找中執委講說 我們要建議直接改什麼 直接改到國民黨人權出來以後 我們再辦初選 他們是誰不知情 我們都很重 那邊你中執委嗎 我不是 這件不是 那這個東西是所謂的備忘錄 媒體有報導 媒體有報導 又不是說虛構 那是不是真的 我跟大家講 我還真沒看到那個備忘錄的 那個實體 就是那份連署書 我他們沒有跳出來否認這則報導 有人否認 有人否認什麼東西呢 就是管碧琳 他昨天晚上傳了個簡訊說 有關於那個備忘錄當中所講 陳明文在開會 陳舉講完之後 拿出了這一個 就後來再跟卓榮泰講的時候 拿出了中執委的連署書 要改成國民黨提名 我們再處理的 這個東西管碧琳 什麼陳婷飛 大家呼應附和 我管碧琳特別發信誤稿成親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我沒有呼應 所以證實有這份 沒有呼應就表示有這份連署書 但是他沒呼應 我也不能代表管碧琳發言 可是聽起來邏輯 沒有就是這樣 他是出來跟大家講說 呼應的不是我就對了 我特別澄清 好 那就是我要講的破口 就是這個點 為什麼這種時候 整個黨的上下 都不敢去違逆蔡總統的意思 因為蔡總統講得很清楚 你不能憲我於不義 我本來就是我誰人算你 我開面電 害怕客人上門 你半初選還怕人家登記 原來是一場戲 那現在也被迫要證明這一場戲 鄭保卿也這樣講 陳明偉也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本來以為只有一個人 好 那你本來以為只有一個人的基礎 是不是這個李俊英所講的 就是在要提名發言之間 都問了賴清 賴清人本人還沒有說過這件事情 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我們後續再看 那這個事情造成的民進黨 必須要吞下去 難看也得吞下去 沒辦法 我就忽調 忽調町來了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你的中指揮希望看國民黨人選出來 那現在就是看賴清德什麼時候被虐 這兩天大家上網去看 所有的過去挺過賴清德 說賴清德多好的行政院長 多麼為臺灣的這個所謂非洲豬恩把關的 這些親綠的網路上的粉絲團 這兩天全部轉向把賴清德當成是殺腹抽人 豬狗不如 罵他罵得比誰都害羞 你把賴清德三個字遮起來 你會以為他在罵馬英九 那我也不知道就是所謂萬一 那麼百分之一 萬分之一的機會 要是最後還是賴清德代表民進黨人選 我都截圖了 這些親綠的粉絲團 到時候你在講賴清德好事 我會貼出來給你看 就是你以前怎麼捧賴清德 現在怎麼罵賴清德 之後又怎麼又想說賴清德很棒 這是應該不會發生吧 因為還可以繼續演 沒有 有人跟我講說沒有差 因為那個帳號 就換一個帳號再講就好了 反正你也不知道 他的背後身份是誰 好 重點來了 我的看法跟現在我所瞭解的 其他的對於這事情的預測的一些主流看法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既然蔡總統已經下令 既然陳菊跟陳敏偉有選邊站 既然整個黨莊也擋不住 要把這個比賽往後延 即使被批評都還要硬幹 那表示賴清德已經 已經順利了 沒了 你不可能能夠撐過去 但是我倒不這麼認為 我的預測可能會 又有不同意見 對 我的預測或許會錯 但是我必須要在 申後龍把我的看法 就是清楚的講出來 賴清德他很喜歡看 這個倚天屠龍記 他也講好幾次 他強任他強 清風伏山崗 他恨任他恨 明月趙大江 他自肯來他自餓 我自一口 爭氣足 因為我讀金庸讀得很熟 他在講這些話 是剛學九陽神功的時候 他還不會乾坤大樓移 所以他其實打不過滅絕實態 我打不過你 但是你也打不死我 滅絕實態打了他三掌 他為了要救瑞金旗的 打到他吐血 吐血以後說 讓我調息一下 好來你再打第二掌 有有有 他有說要重新調整腳步 有沒有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可是觀眾朋友 我必須要講 現在的賴清德 你看他這樣子被打 就是網軍在鋪天開心地去羞辱他 就講說 你過去幾次講過你不選 你這個人沒有誠信 沒有能力 你以為你是什麼 你只不過是守不住接庭的馬術 你不是很神 你只是沒有遇到對手 這樣子在羞辱他的過程當中 他倒沒有對蔡英文講什麼狀況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打死賴清德是目前的叫戰守則 但是萬一他真的有九陽神功 六個禮拜下來 從四月十號到五月的時候 打了六個禮拜打不死的話 社會風流可能會變 到時候可能反而同情賴清德 他們就會想 跟著蔡英文也是死而已 可能又會有變化 所以五二二是重點 那既然五二二都還沒辦法決定 民進黨人選 國民黨方面 剛剛談回韓國瑜 他表態的很清楚了 就是說台灣有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然後就講說 一月十一號大家台灣見 看起來他在美國放得比較開 我也跟大家講 我不好意思公佈這個訊息的內容 我收到非常多在現場的僑胞 寫信給我 他說當他們一起在那邊唱國歌的時候 大家都哭了 沒有到現場 看的那個網路轉播也哭了 就是總是在海外 當然這個有人在海外 也支持台獨的也有 支持中華民國也有 我講的這些應該是在海外 在美國支持中華民國的 他們已經太多年 沒有看到這樣的狀況了 起海飄洋 唱國歌 所以韓國瑜給他們激動跟希望 他可能也看到那個場面 比較放得開 一月十一號台灣見 然後這個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看起來他並沒有要排斥 可是我還是那句話 回到台灣以後 他還是要面對五月的高雄市議會的總直選 那今天如果他早早就國民黨已經排除這些東西 而且王院長的那個舉也還沒有解 王院長的那個堅持也都還沒有軟化的時候 你說他一回來四月十八號就要做一個決定 是不是徵招 我覺得不會我覺得吳敦營主席他既然已經這樣講 我的觀察不一定對啦 他應該不會讓這個初選就這樣子 他就往後延 反正民進黨也還在還在滅絕 就是滅絕了 因為滅絕打張文貴打完以後有沒有打死 大家去看金庸 沒打死 滅絕三掌打下去吐血了 可是沒打死 最後滅絕死在萬安寺 但是張文貴沒有 他還當民教教主 所以民進黨這個局 雖然大家都覺得就是他人這個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不覺得賴清德已經輸了 或許最後倒的是蔡英文 那既然是這樣 國民黨方面我也不覺得 在韓國瑜回臺灣以後 就一定要態勢清楚 或者是逼退王津平 你告訴我清楚 你是要算不算 那朱立倫現在其實反而站到了一個 比較穩定的點 就是說他可以跟任何的參選人合作 就算最後總統參選人不是他 你看他去大甲媽的這個 行腳遶境的時候 他的整個戴眼鏡 然後態度很親密 拿一個小旗子 歐巴桑 爺爺 過來說還捏他的臉 我就不捏小李的臉 就給他捏 太OK 朱立倫已經不一樣了 朱立倫 因為我採訪認識他 他還沒有當這個立法 我認識他二十年了 朱立倫 現在的朱立倫 此刻二零一九年卸任以後 他不太一樣了 他他原本可能真的沒想過 他有可能不能選總統 可是這幾個月 他可能有想過 他已經放下了 對 放下以後 情勢會轉變 萬一韓國瑜最後 決定不選的話 那我相信朱立倫 機會是最高的 沒看現在也勾起這一些 看不熟的都勾起 今天也有聖經 也有金庸 雨天屠龍界 我覺得 我和他剛才 其實他已經多次 把小英總統比喻為 滅絕師太 我覺得這個 我聽了滿難過 不好啦 這個比喻不好 你對滅絕師太有意見嗎 對 你像我對韓國瑜 我就稱呼他神 神就是神嘛 他只是藉這部小說的劇情 來看事情的發展 你認為蔡總統比較像誰 總不會是小龍女吧 我認為她就像那個張三豐 永遠不敗的就是張三豐 所以你支持小英總統 我支持蔡賴佩 我支持蔡賴佩 你覺得現在還有蔡賴佩喔 對 我認為還是有 因為這才是最強的組合 我為什麼這麼支持 因為我聽從民意 其實是這樣啦 我們民進黨既然初選定了 不是 既然初選延期了啦 對 對 定了 就是說雷台擺了 那賴清德簽了生死狀 照說那這就應該要比劃一番 可是完全是出在細節 技術的一些問題 怎麼樣呢 就是陳如剛偉翰講 民進黨一開始 我們擺這個擂台之前問了 那大家就沒有人要選 所以那只是 所以這個擂台擺錯 那擺這個歌舞團用的啦 這個是唱歌跳舞 這個不是用來比舞用的 這個本來是想沒有人要用 只是程序上擺一下 那拍照純正 本來是這樣嘛 哪有 你們又變得又有民調 不是 因為本來沒有人要來挑戰 所以就應付式的簡單的 做了一個簡單這種歌舞團用的 民進黨是這麼慶菜的政黨 這種擂台嘛 那這個擂台如果真的要比舞 真要打 那不是啊 那這個機腳各方面就要做得很好啊 那要比舞用的擂台 所以完全是技術細節上面 那會不會5月20日 我就細看了這個細節 真的當時訂這個 純粹是因為沒有人要選 所以趕快加快流程 那就把這個提名的市底定 但是你去看這個細節 如果當初有賴清德登記以後 我們黨中主委趕快下去修整 其實不會有現在這麼多風波 可是3月18號就要修正啊 因為你看啦 比方說政策辯論會 辯論會要包括辯論的題目 找哪一些學者專家 找哪一些媒體播報 又不是沒有經驗 騙人 對 這個都要有時間下去排定嘛 林進黨是剛成立的政黨 包括我們如果出現的民調 要問的內容互比對比 這些題目要兩兆雙方都同意 那這些都沒有在當初旗程裡面 去設想到 當初設想不到一個月 那是你們竹龍太太嫩了喔 不到一個類的時間 結果當事人蔡總統在登記 隔一天馬上南太平洋之旅 那個都事先外交的規劃嘛 所以這個事實上 完全是技術上細節的問題 但是現在延期也定了期望 不是 時間會不會有更多的 其他的民進黨庭賴的人士 繼續推出民進黨 我認為大概到此為止了 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因為我們多數民進黨的黨公職 都會聽從基層民意的意見 三十幾年來民進黨沒有潰散掉 而且離開民進黨的 反而都沒獲得支持的 就是因為我們民意很偉大 偉大的民意把民進黨框住 讓民進黨大家團結在一起 所以我呼應民意就是說 蔡賴沛 各黨都讓最強的出來 國民黨你藍寧就是韓國瑜嘛 你們就出來 其他人就省省吧 那我們民進黨 現在基層民意是蔡賴沛 可是賴沛也不願意啊 我覺得這個事先 因為你自己的說法 就一直不斷的自打臉 他一直強調說 兩黨都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那不如你們把民調攤開來看嘛 目前在民調上 是賴比較強還是蔡比較強 到目前為止 之前公布的都是賴比較強哦 那如果是這樣子 就打臉你自己啊 應該是賴蔡賴沛 沒有 你們有跟最新的民調 最新的民調蔡賴沛 高過賴清德個人 或蔡英文個人 他們兩個 你都沒有幫賴清德考慮 如果你是賴清德 他民調比較強 為什麼不是賴蔡賴沛 那幹嘛延後 你趕快翻一翻就好了 你都認為阿扁不應該政治發言 那你現在又引用阿扁的政治發言 你們不是最近阿扁的話嗎 沒有 我沒有 你們民進黨裡面不是都推崇他嗎 我沒有啊 我沒有引用阿扁的話 所以才讓他趴趴走 保外就一 保外就一 我們尊重他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真的很難自遠其說 這一場戲明明就是幫蔡英文量身打造的 你剛剛說維翰不能講他滅絕事態 那怎麼樣形容一個 我是覺得那個比喻 怎麼樣去形容一個手段 蠻狠毒的人 該怎麼樣去形容 他也形容自己是辣台妹 他很狠 他自己也承認 他很辣不是嗎 那這整場戲就是 他整個真的他發動了 沒有你們韓神 韓神還夜襲 大家忘記那個流程嗎 蔡英文先開記者會 賴清德想要試圖挽回再開一場 卓榮泰再開一場 結果隔天 就是完全配合蔡英文演出 果真就延起了 賴清德在那邊君子般的喊說 不可以延起 延起對民進黨是最大的傷害 我覺得她的話已經沒有人在聽了 剛剛偉翰是比較樂觀說 這個賴清德是張無忌 我一點都不覺得 我覺得蔡英文可能是滅絕事態 但賴清德不見得是張無忌 為什麼 如果不是就被打死了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恐怕功力沒有那麼高強 因為這整個看一下 你看蔡英文得意的樣子 賴清德根本是完敗嘛 就是沒有人挺他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出來聲援講一句 什麼話都沒有耶 就只有 連他們那個林俊憲人家問說這樣怎樣 他說也還好也還好 我的天啊 最挺他的立法委唯一的 他跟郭國文兩個 也聽不出什麼樣的聲音 然後這個是 我們葉原知還幫朱英倫講那麼多話 真的 我看到林俊憲這樣 我都為他掉了 真的 所以你說賴清德是張無忌 我覺得他旁邊根本看起來孤立無遠 然後也沒有出招 從事情到現在 我本來以為他還會再開個機會 連記者會都不用 直接臉書寫一寫 然後就好像沒有事情 就過了適緩則遠 這樣子一個態度 比起蔡英文的步步進兵 你看他多麼的強攻 這4月11號我也是開了眼界 從來沒有一個總統 為了自己的選舉 他可以花兩個小時 不惜委安人員動員200到300名的人力 就陪著他去走4公里 為了滿足什麼 他就是他還在競選啊 蔡英文是一直走競選模式 你請問你賴清德 你到底出什麼招啊 張烏忌也不是這樣子好不好 你這樣子 你真的再比下去再一個月 他在練龜習大法 因為你如果看 這完全 我看了真的 我只舉一個例子就 2014年台北市長的選舉 馬英九當時擔任總統 他帶著連勝文到西門町去敗票 你有沒有看他動員的那一些 包括憲兵 包括台北市警局的刑警大隊 當地的駐警 還有交通大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總統他的出訪 本來就會有一些必備的安全規格 當然 那這有什麼好準備的呢 他是說賴清德看來會覺得很心酸 還有一名為 當兩兆雙方 賴清德 蔡英文兩個當事人 都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遊戲規則的稍微修正 技術修正以後 所以我們才覺得賴清德 連賴清德他到底還想不想選 我覺得現在你們在幫他強出頭講這個 基本上就邏輯不對 賴清德就不要開記者會 賴清德就不要開記者會 他前一天就不應該開記者會 他就應該默默接受中職會任何的選擇 而不是前一天先開記者會說 我覺得絕對不可以去改變出選遊戲規則 不然傷害民進黨 感覺好像他對這件事情很在意 結果事情發生之後 無聲無喜臉書寫寫就算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賴清德 他想要跟小英去拼2020總統初選的這個大位 我真的覺得他弱掉了 謝謝大家